好,那各位呢,您進到你的電腦之後呢 這邊都有先幫您把這個網頁打開 One Note 那前面這個呢 記得這個是數字1234-1 1234-1 點Net 我們所有資料呢 都會放在裡面 所以您回去之後也可以看 回去之後也是可以看的 OK 那您進來之後呢 怎麼加入我們群組 您進去之後 在右上角那裡 最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選擇用訪客的 好,那直接在這邊就可以取得訪客的代碼 好,訪客的代碼 點進去就有了 好,那當然如果您要比較認真一點的 這裡有會員登錄 你就可以用 就是一般的帳號的方式去註冊 好,用社群或那個 那我們現在簡單一點 直接取得訪客代碼 按一下就好 有沒有好一個代碼出來了 那這個代碼八位數 好,您可以把它記下來 下次可以繼續用 好,下次可以繼續用 那你如果不要也沒關係 就是下次就再重新取得也可以 好,如果說假設你這裡了解了 那就進來了 在這邊 那進去之後呢 你剛剛忘記了也沒關係 右上角還可以看得到 有沒有發現右上角還有 好,就是後面這一段 好,就是後面這一段 好,所以你可以來這邊之後 你來這裡編輯一下你的個人資訊 這個地方你就可以把它怎麼樣 把它複製起來了 這樣了解 就是這一段 這個八位數而已 那當然如果你可以 你可以把你的姓跟名打進去 這樣我就知道你是誰 這樣子 這樣OK 好,那麼我先把它登出一下 如果說你在這邊有加入了 訪客代碼你也記住了 下次進來怎麼進來 就從這邊 剛剛是在這裡對不對 現在在哪裡 歡迎再次登錄 有沒有 你就打進你的剛剛那個代碼就可以了 有沒有,就進來了 那這樣子的話呢 你在我們這邊有加入的群組 還有你的學習紀錄 就會跟著一起再回去 好,就一起再回去 所以我現在這邊確定 好,進來了 那您進來之後呢 在發現裡面 這裡有一個叫做群組 有沒有 群組就像課程 就像我們講的那個 班級的概念一樣 您進來之後 我們的在哪裡 在第一個 這樣有看到 有看到的 反正不小心 你會看到很多我的 一樣的名字嘛 那你應該就知道我是誰了吧 嗯 你知道嗎 好 好,點進去 右上角會有個加入 有沒有 有一個加入 你只要加過一次就可以了 好 你在這邊加入過 相同的這個訪客代碼 回去 就一樣在裡面 就一樣在裡面 你就可以找到 這樣會不會了 好 那你下次要看的時候 你就按群組就好了 就不用再到發現去了 因為你已經加入過了 好 你就到群組這邊 你就看到你有加入哪些班級 這樣子 那就可以從這邊繼續學習 這樣 會不會加入我們資料了 我們今天所有用到的 包括你手上拿到的講義啦 還有那個 我們今天會介紹的一些 免費好用的軟體 還有 我們上課都會錄影對不對 錄影的影片 你也可以從這邊點進去 右手邊 像我們上一場 一月份的 不小心就經過半年了 在這裡 所以如果你 萬一回去要看的話 就這樣點進去就可以看了 這樣OK啦 所以沒來的也能看 有來的 不記得也能看 你就可以隨時做複習 所以現在教學方式真的不一樣了 那這個地方 就讓各位是要試看看喔 來 還給各位囉